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1167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就宗泽所致 其实从家也有让自己子弟转换身份的想法 可惜从家实在没有有望黄榜的读书种子 即使其中有一个还算聪明的 败在了当世大儒门下 与当朝宰相同窗共学 也只挣到了一个诸科出身 如今还回到了继承家业的旧路上 经过了一番努力 终于从将门挣扎出来 重新回到了文官的队列中 景成很少愿意提及自家的累累军功 中进时候枪棒功夫也放下了 不过文官席练剑术却是如今的风气 他便一直在练习 也幸亏如此 否则也没有方才的连珠剑 只是方才一盏射数 神情依然淡淡不见喜色 景成的反应虽是寡淡 可周围的官兵早已看得是目瞪口呆 火器还没有在南方军中普及 功奴依然是军中笑颜的重点 景成的剑术放在北方军中或许只是不错 但在南方却已经是神乎奇迹了 一名年轻的士兵兴奋地张红了脸 振臂高呼 通判威武 一名老族眼神中充满了静慕 通判威武 一名跟着长官上城的小力挥舞起细弱的臂膀 尖声高叫 通判威武 几名亲兵相互交换了眼色 长枪开始一下一下地处着地面 极富韵力地硬核起来 通判威武 黄颂万圣 南门城头上的士兵一个个加入进来 开始触动他们的长枪 开始舞动起他们的臂膀 通判威武 黄颂万圣 上百条长枪起起起落 他们心潮澎湃 他们意志如钢 通判威武 黄颂万圣 东东的堕地声众 城头上越来越多的士兵加入到呼喊的行列 从南门城头沿着城墙向东西两侧延伸过去 通判威武 黄颂万圣 同判威武 黄颂万圣 片刻之后已是全城齐乎 景城方才炫耀的剑术遍传城中 虽然贼人尚在 城中的士气已经截然不同 宗泽 宗泽暗暗一探 若是有三百精兵借着方才的一股锐气就能杀出城去 城外的乌合之众乍闻城中高呼必然心怀游异 决然抵挡不了此时的袭击 只可惜城中守军亦是乌合之重 多少人连神臂弓都拉不动 上弦的机器不仅数量稀少 还都是坏的 五郎 亲兵中最老城的一位悄然走上来 浮在景城耳边说了一通话 宗泽见状 避闲地让出了几步 就见景城的眉头越皱越紧 最后对那亲兵问道 可有把握 亲兵低声道 六七城总是有的 实在不行 也能退回来 不怕贼人追 犹豫了片刻 景城眉头舒展开 点了头 也罢 就这么办吧 让亲兵下去准备 景城走回到宗泽身边 宗泽轻声问 何事 我打算命人出城去冲一冲 名叫妖贼刚刚起事 人心尚未归附 城外贼众心中定然不稳 若促然受习必然大乱 可有把握 我那几位家丁几乎都是跟着先祖先父和先叔父上过阵的 无不时攻马贤熟 无意出众 把握不可能十足 但七八成还是有的 宗泽略以私存 便拱手一礼 既如此 小弟便助兄长齐开得胜 得了宗泽首肯 景城随即召集城中中官 将计划和盘托出 方才景城引弓杀人 着实将底下的一众官吏给震住了 现在他说要派兵出去冲杀一番 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 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 在这个节骨眼上 本就没有人还能顾着争权夺利 景城这位将门世家出身的通判 此时又表现出了过人的武艺 哪个不把希望放在他的身上 生杀予夺的指挥大权 顺利的给景城拿到了手中 宗泽本来还打算 用自己的钦差身份来帮景城一把 现在既然不用他多事 宗泽便退避一旁 看着景城指派 就在城楼上 景城将任务一一分派下去 半个时辰之后 摆明应目而来的赶死之士 也已穿戴整齐 由景城的八位家丁领着 排列在城门后的小广场上 这些勇士一个个身上都披挂了铁甲 外面还套了一件甲衣 用来防止胸甲上的反光 头盔上的盔鹰则换成了一簇笔挺的白额毛 用来识别身份 景城一身铁甲 手扶腰间长剑 笔直的挺立于他们面前 在景城身侧 是整整一箱新出的银钱 又用牛拉了整整一车捐薄 夹起来进万贯 全是从城中大户手中 募捐出来的铐赏 宗泽立于城头 向下浮望 只见景城不知说了什么 百名勇士一起高呼了起来 又见景城捧着酒坛上前 亲自给每一个人都针上了一碗烈酒 不愧是名将世家 宗泽不禁叹息 相隔百步 当上百人同时饮下烈酒 摔碎九碗的时候 宗泽又能感觉到在那里 士气沸腾 战役如火如荼 东门城墙处 猛然灯火尽灭 片刻后方才又亮起 而那对勇士 则悄悄地 从南面城上捶了下去 景城回到城头上 走到宗泽身边 一言不发 静静地望着城外 宗泽也没了说话的兴致 一同望向星火满点的夜色中 寂静中 平静的夜幕呼得起了一片涟漪 星星点点的火光忽然间在边角处黑了一片 然后喊沙声便传上了城头 一支支火炬落地 一重重篝火熄灭 区区百人的队伍 在城外的贼军中掀起了一片惊涛海浪 景城回头城内 千余士兵已经在城门后列队等候 虽说此辈多不堪用 但借着盛事赶敌军已经绰绰有余 景城举起掌中长剑 愤身高鹤 出兵 润州夜战 官军一战而胜 逆乱润州的名叫妖贼 玄起悬灭 近两千贼众兽手 而官军损失仅仅八人 字号圣公的妖贼取手 魏康的手机 也在润州夜战的三日后 连同他的两个儿子 一个侄子的脑袋被一位保证一并送到了周牙中 他们是在化妆逃窜的过程中被村人发现 然后被当地的保证率众击毙 在魏康之后又陆陆续续的有名叫贼众自行归案 或是被谢送官府 待五六日后已经没有几份相应的报告了 至此方可说此意已是大获全胜 名叫妖贼起事不过两日 肆虐范围也仅仅是单途一线 但县中伤亡不可胜计 数以千计的乡民被劫掠被裹挟 战乱之后 单途县中门前挂着白布帆的家庭 十之七八 除此之外 财产损失也是极为惊人 之前私厂被烧的油露两家 这一回更是满门被烧杀一空 其余大户 除了一个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的李家 被贼人放过 只要处在乱贼经过的路径上 没有一家能夺过一劫的 单途县内的十余家生产丝织 陶瓷玻璃的工厂 皆毁于一旦 甚至那些只雇佣三五人 仅仅为同村村民服务的油仿 磨仿 也全都被乱贼捣毁 如此惨烈的伤亡 如此巨大的损失 责任自然是落在芝州扬晦的头上 而立下平乱之功的景成 不管此番变乱他之前要负多少责任 如今有军功在手 又有铁打的靠山 已经被视为即将飞黄腾达的热门马 因此即使就在平乱后的第二天 杨慧从周牙会院中走出来 试图亡羊补牢挽回一些局面 也被景成连同周中官员一起顶了回去 可想而知 周中的官员会将多少责任推到杨慧的身上 接下来的五天里 景成忙碌于抚恤百姓 祭典伤亡和损失 宗泽则等到了四周来的援军 他们将会暂住在润州 宗泽也会留居几日 等待朝廷那边新的命令 从事后对俘虏的审问中 宗泽和景成自魏康的角度 了解到了这一次夭贼作乱的来龙去脉 看过审问的报告后 宗泽忍不住苦笑出声 他实在是想的太多了 料敌从宽这话是没错 但是宽也是得有界限的 魏康最早的计划并不是谋反 而是准备集合润州的教众 收拾家当逃离润州 前往浙溪山区暂避风头 那边才是名叫传播最广 信众最多的区域 山谷之间的穷乡僻壤 也是朝廷管辖不到的地方 若不是周中派了单突县位去抓他 魏康在次日夜里就要动身上路了 而所谓的伏击 不过是听到周成信徒的走报 仓促间率人躲到庄子附近的桑园中 只是看到县中人马毫无防备地走过去 发现有了机会才临时起意从后袭击 在轻松拿下了单突县位 感受到官军的无能之后 魏康的目标终于变了 变成了扩大声势 吸引更多的名教教中一同启示 而不是丧家犬一般的逃到浙西 尽管魏康还是打算去浙西 但他打算尽量带更多的步众走 这有助于他在浙西的同伴那里 维持自己的地位 因此他蛊惑了一干信众 席卷单途县的各个乡村 裹挟了大批百姓 但他手下的人众超过两千之后 他又有了攻打润州州城 博取更大声明 搜罗更多财货的想法 之所以留下城池北面不公 是有人给魏康出的主意 想的是大张骑士 为三缺一放出一条生路 使城中人心难以固守 这是说书中经常出现的计策 而后此人便被魏康封为军师 如今也成了官军的斩首功之一 在一堆头颅中 也分不清谁是谁了 但魏康和一干反贼的眼界 还没有扩大到润州城之外 因为担心京口方向上的援军 在来路上放了哨炭 却没想过去伏击 贼人终究还是不敢跟进军为敌 毕竟官军的战斗力 这些年在四方小国身上 得到了无数证明 越发地被世人所熟知 魏康熟悉州县中的攻守士兵 也知道润州城中的兵力 但他对进军却完全不熟悉 更不会清楚官府内调兵的流程 并不清楚 周围军州的进军 也不会那么快出动 同时 魏康没有认为自己能够顺利攻下润州城 他想的是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拿下润州城 或是官军援军赶到的话 就依照原计划撤往浙西山区 充裕的兵力可以不用投靠同教中人 而是直接揪战阙朝 过而当夜润州城外 魏康就是驻扎在最一撤离 距离京口也远的西南方 而不是在宗泽所猜测的北面做伏兵 他所派出的劝祥使节 便是从南面而来 要不是景成被宗泽的判断带偏 当时就能判断出魏康主力所在的位置 从头到尾 魏康都只是冰穴上的外行人 但凡揭竿而起的贼寇 要么吸纳掌握知识的世人 要么经过多年镇上搏杀 否则永远成不了气候 这一回八名西北出身的老兵 带着一百多壮勇 夜袭贼人营地 轻而易举的就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冲散了魏康的营地 当城中主力出阵 就彻底奠定了胜举 如果只看战果 这是一场八比千八的大截 这一过程中 之前击败单途县位的十级甲氏 完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战后的搜紧 那十几具铁甲也都先后被缴获 所谓的铁甲 只是民间铁匠打造的铁板 带了一点弧度 前后各安一块 用皮索一记 勉强能说是胸甲 当这种铁甲 让勇武有力之人穿戴上之后 区区士兵攻守 的确是抵挡不了 可比起正牌的铁甲来 却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尽管只是用周中武库中的库存货 装备起来 出战的八名老族 足以轻易挑翻那十几名甲氏 不管怎么说 这批铁甲就是魏康蓄谋已久的最好证明 什么官逼民反 什么私厂害民 都是污蔑之词 十几副铁甲一摆 什么话都不必说 这就是最好的解释 从私厂被烧开始 一切变乱都是名叫所谓 之后一段时间 所有对工厂的攻击 都可以说成是名叫党羽所谓 以魏康亲信为主的口供 在细节上还是有些问题 比如潜人焚烧私厂的真凶 被说成是一个信徒乘风的疯子 想要多收信徒 所以煽动了工人去烧了工厂 这很难让人相信 再比如魏康围困润州时所做出的选择 不论是让宗泽来看 还是让景成来看 都是蠢到家了 外行人的想法 在内行眼中 很多都是天马行空 让人无法琢磨的 这种自作聪明的范蠢 即使是专家 也根本琢磨不透 只是完全归咎于魏康 在兵法上的外行 还是有些说不通的地方 不过这些口供 来自于魏康的亲信 以及一杆富贼的党羽 但毕竟不是兄弟子职这样的血亲 更不是魏康本人 有些问题是肯定的 婴儿又经过一番尊尊劝导 景成和宗泽才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口供 有些事可以直接报上去 有些事就得打个埋伏 就像魏康的铁甲 不过是为了与邻村争水而做的准备 两块铁板拼起来就是铁甲 分开来则可以用来摊饼 只是外形别扭点 真要下去细搜 家里存在着类似器物的 绝不止魏康一家 但这样的事要是传出去 又会引起一番轩然大波 还不如就这么压下去 然后在周线中多宣传宣传 私藏铁甲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法度 不然这份功劳不知要给打几成的者 还有魏康伏击丹徒县位的事 照实说也远不如将魏康说得更加狡猾狠力的好 将贼人说得太胆怯 与丹徒县位的名声有损 说得强一些 这样对战役的丹徒县位也是一个安慰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1167集 欢迎继续收听 《载职天下》第1168集 《载职天下》第116集 《载职天下》第116集 《载职天下》第116集